欢迎回来 又爆发共谍案 国军边信和林信忠孝退役之后 疑似遭到中共吸收 在台湾搜集飞观照片 还有军事资料等机密 交给中共换取报酬 还拉拢两名退役上校 检调监控了两年 昨天收网 兵分六路约谈四人 今天清晨将边信退役军官收押 林信退役忠孝十万元交保 穿着条纹衣的边信退役忠孝 表情临重 在法警的押解下 被送往新北地检署 因为涉嫌向中共出卖国军勤资 被依违反国家安全法遭到收押 另外一枚林信忠孝 则是十万元交保 退役人员然后赴大陆以后被吸收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交付什么任务 基本上我是完全不清楚 几个主要的途径 包含抓把柄 撒大钱 用美色 最主要这三个主轴 边信退役忠孝 在电讯发展市服役 专职中共电子勤搜 2010年退役 五年后在中国经商被吸收 林信退役忠孝 则是2005年 从中山科学研究院退役 2010年被吸收 两个人都是透过解放军 王姓少将 泄露国军飞观照片格子 还有国军报告书 在吸收游信与范信上校 并到上海或是杭州 交付勤资 每次获取数万元人民币 只是林信退役忠孝 所属的中科院是雄三 与天工飞弹的研发基地 具备高度机密性 管制的年线 我们都有按照相关的 这些规定 不管是你 按照当时 它所谓接触 所谓机密的等级 业务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文件 它的等级来做审认 只要有这个 异常的真猴 我们现在马上就通报 相关的单位 国防部口口声声 加强反制共谍 因为10月初才有一名 诚信控军上尉 涉嫌策动我国军官 遭到逮捕 共谍案连环报 要是不加强保防 不等到大军压禁 国军恐怕已经漏洞百出 新唐人雅特电视综合报导